打住的还有苹果 我们来看到是因为市场传出 那么苹果新一代的iPhone 因为荧幕要改大到4.3寸 而iPad mini我们看到 在这个2的部分 也因为视网膜的面板良率低 那发表时间可能通通都要往后延了 这个消息一出我们来看到 在今天台场苹果概念股市一片惨绿 负责组装iPad mini的合硕 更因为传出现在第二代的iPad mini 是遭到了红海抢单 股价是被打到跌停 对苹果迷来说 真是坏消息 iPad mini第二代传出 因为视网膜荧幕良率低 亮相时间要从今年第四季 延到明年第一季 惨得还有新一代iPhone 据说荧幕要从4寸 临时改到4.3寸 所以说年底才能发表 这下子哭了谁 原来市场传言 红海抢下了iPad mini第二代订单 让原本的组装厂合硕 17号股价向卸了去的皮球 亮灯跌停 收在47.55元价位 美林镇补一枪还把合硕平等 从买进降到不如大盘 目标价更从58元下修到43元 今天整个苹果干年股今天走势都蛮温吞的 那主要的一个指标是大力光 那坦白讲以大力光的针对这一档股票来看的话 其实它在这个地方股价已经撑得够久了 苹果干年股全都趴 组装厂红海跌掉1.28% 负责出购面板 橙红跌幅超过4% 苹果光照不亮电子股 反观传产不一样 国际油价持续飙涨 布兰特原油7月16号一度逼近每桶110美元关卡 最后收在109.4美元 油价大跌几率不高 基地速化股红通通 台速收在75块 涨了3.73% 电子传产股价两样勤 东森才经新闻综合报道